嗨 又來了 這麼快又來了 來了幹啥呢 推出的這是 KD360 KD360 因為那個 什麼回事呢 因為 根本就不夠 所以根本就不夠賣 相機根本就不夠賣 那就沒有在網拍上處理了 沒有在網拍上處理 那都是在門市處理 這裡改良的最大的特色是 遙控器功能 手機可以遙控 那麼 還有白色遙控器 智雲的遙控器 弟弟 智雲的遙控器白色那個 破水瓶 在那個上面 白色的 破水瓶 三百六十度無限位 十下最夯的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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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拍也行 那 效果怎樣啦 我只能說 牛逼 為啥呢 哦 方方面面呢 都 可以處理的不錯 還有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呢 手機架 行動電源 遙控器 直播作業 這個遙控器 做遙避作業 遙避作業 遙控器 好 這個 KT360最大的好處是 他解決了 四個周邊的遂症問題 好 有效的把遂症的問題 做很好的處置 好 那舉不起來呢 沒關係 注意是這事 舉不起來 舉不起來 沒關係 用手幫他頂一下 有時候他會比較不給力 頂一下就行 好 頂一下就行 好 直拍 好 直拍 直拍 OK了 好 直拍 看到 直拍 這樣就可以進行 直拍的工作 相當的穩定 好 這是KT360 好 下一台 感謝大家的支持 KT100 這是客人剛拿來升級的 OK KT100 沒有遙控功能 他只有線控功能 一樣提供直拍 一樣提供直拍 同時提供了打燈的服務 提供打燈的服務 這是KT100 KT100 那這客人是重度使用者 他是重度使用者 他還要裝一些有的沒的 你當了也可以架這邊 也可以像這樣架 麻煩 回來升級 回來升級 費用都不貴 收您公本費 費用不貴收您公本費 敲不起來沒關係 敲不起來沒關係 手這麼一筆就行了 OK直拍OK的 橫拍OK的 KT100 KT100升級版 很難 增加了啥功能呢 直拍功能 增加了什麼功能呢 熱靴 讓你放燈 增加了什麼功能呢 更Smooth 左右呢 Pen呢 過去是比較硬的 現在呢 我們都幫你升級到 比較滑順的程度 好 下一台 穿沒關係啊 KD360RX KD360RX 搭載了啥呢 燈光 打燈 OK牛逼 該有的咱都有了 是不是 該有的咱都有了 按三下 按三下 按四下 按四下就是 到 目的地 就不是到目的 到初始的位置 初始的位置 弟弟 你要盯著 等下停下來 初始的位置 按三下 就是 看這邊 按三下 看那邊 123 拍前面拍後面 按三下 按四下就是 不管你怎麼走 走到哪裡 按四下 1234 1234 好 等一下 1234 123 12 1234 1234 這個功能呢破水平 這功能呢 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什麼地方 在按兩下全跟隨模式下 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 穩定器打燈有多重要呢 因為咱們的東西長得太可愛 加個燈光呢 拍個存在感 了解不 好 那當然啦 直拍是它的強項 直拍它的強項 超順的直拍 那直拍呢 能拍得多順 給大家瞅瞅 好 現在來 介紹的是 這裡 的聲音呢 來自於Sara Monica 的這支 WM M4C M4C麥克風 M4C麥克風 現在iPhone收的這個 聲音呢 是一個 149元套件 149元套件 可以監聽 iPhone 7 可以監聽 可以收音 好 到這邊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它的 效果 我們先Play給誰呢 好 直拍 直直拍 直直拍長什麼樣 阿兵看得到嗎 有錄到齁 好直直拍 穩不穩 還沒有在走 有沒有在走啊 阿兵 來 看一下可以嗎 非常穩定 邊邊角角的碎陣幾乎都看不到了 等於說是有大大的進化 360呢 跟KD100 升級過後 穩定度大幅提升 好 回來裝這個燈架 好 裝這個燈架 做收工本費 好 划算的 那麼 直拍橫拍都搞定了 那 燈架 燈 好 還有不願意要燈沒有要打燈的人就直接 買這一塊 這一款 這一款 你看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剛剛做了這些 亂七八糟的事 看喔 它要通電之後呢 它的這個直拍呢 才會比較正常 那我建議你這樣亂弄之後 它MU錯亂了 你只要重新這樣子 重新開機 啟動 啟動之後呢 它的直拍就會正常了 因為你剛剛我剛用手去給它亂搞亂掰 掰到它MU亂掉了 它現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的那個 直拍切換的動作就會做得非常的順暢 好 以上跟大家報告 這幾款 怪機師三軸穩定器的一個變化 進度上來講呢 可以說是 每天都有新的 進展 那直播方面呢 OK 目前是 這台可以直播 Sony這台 KD360RX這一台 這一台 好可以做直播 好這一台